9比3 对像这种质量 谁又能跟他反手能对到上风也没有 对 这个变化太漂亮 哇 这个其他这个球 这个球就已经 4-1 8-5 5-4 5-10 8-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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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-9 9-9 8-9 9-9 这边可能也是中间会多一些 中间 两个球都是偏中间的位置 好球 两个其实都是在比平落点 其实像两边正反手都比较好的情况下 其实中间一般都会相对来说薄弱一些 几乎打的每个球都在中间 好球 这是摆了一个小三角 这马龙的防守能力是非常强的 反正龙一般在香尺中得分跟马龙 他是必须要把马龙打穿的 球 8比6 就发了一个长球 就发了一个长球 注意看他们这种攻防转换的能力 好球 7比9 从现在来看其实两个人短球打的并不多 对 从现在来看其实两个人短球打的并不多 对 基本上都是拧拉或者搓长打起来 7比10 其实反手这边这个主动发力 发力中还是相对好一些 但是马龙的这种 这种这个 控制弱点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好球 哦 10比8 其实这个马龙这也是一种 预判这种球 直到反正龙要侧身了 其实这是一种敏锐度 其实看那个他们两个打比赛和以前还是有所区别的 可能之前这个反正龙可能打的时候跟马龙上来可能都相对凶一些 包括这种拧拉这个直线 包括一些反手加力的这种拧拉 看现在其实两个人比拼的更多是还是打这种稳定的实力相对多一些 因为双方这个水平太接近了 会不会上来发唱呢 1比0 一局领先 其实这个时候很难受的 像凡人冬现在他必须得 有点改变 是不是感觉今天凡人冬有点过于稳了 对 就没什么必要 相对来说这个质量太轻了 太稳了 2比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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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6比3 3 我从现在看这个反手这条线对抗 其实这个小胖还没有完全把自己能力发挥出来 这几个拧拉拧的都不是特别好 3比8 感觉感觉这个失误有点多 9比3 其实这种球应该是反正能打的相对多一些的 其实这种球应该是反正能打的相对多一些的 在这种回合不多的情况下确实是马龙会占一些优势 像这种球都是反正能比较好的球 这种球应该是反正能打的相对多一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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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可以测一测身 对像这种质量 确实今天龙哥看的也很紧 对 轻易不测身 但测身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很有把握的 就要得分了 对 好球 2比1 这扭了一个侧选 这是马龙你看一只这种下一次 好球 就像这种球 其实都是一个互相猜互相博弈的这么这么一个球 因为反正能一共没凝几个正手 看这落点打的 4比3 基本上都是追身 对 就是反正能在这种力量上 这种相持上是有一些优势 今天马龙这个相持啊 还是非常好的 确实很主动 4比4 4比4 你看这个和弧线相对似的高一些 看都是往上去似的 也在相持过程中这个寻求一些变化 5比5 拉了一个中间位 其实这局马龙到现在还没发过场呢 抓了哈 我估计是差不多了 因为他不管得不得分 这都要作为一个牵制的手段 因为前几个球 反正能拧拉 其实给马龙还造成了一些麻烦呢 5比7 有长的牵制再发短了 对 这是不一样的 对 就其实长球不一定说非要得分 但是要让对对手心里这个知道 你要发我场的 让你拧的就是不是那么舒服 好 看看这次 反正中也开始发场了 其实轮得很大 但是这种临时这种条件能力是非常强的 其实反正中这时候我觉得发的非常好 对 像这种时候反正中出来 这个他才能有机会 你看反正能一拉手 马龙下一次 就往正手跑 你看 就是其实他们两个 就就像我刚开始说的 在这种高强度的时候 还能去算对方 7比9 这就是一个5为15 哦 又一个 7比10 出台了 咱们今天这个马龙岛可以相对是好一些 其实这个确实是开局很重要 第一局 对于他们这种选择 第一局影响了 尤其5比3上 对这种心理优势是非常大的 就是龙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对 对 对